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 6月14日,NBA总决赛,天王山之战来袭,上半场的勇士,表现强势,他们领先对手12分,但到了下半场,凯尔特仁的3分球开花,他们一波10比0,缩小差距,很快,就在司马特,和霍福德的带领下,反超了比分。 这场比赛,库里的发挥很欢迎,但可惜,他暂时没有延续上一场炸裂一般43分的超级表现,同时,还被拍到了,在场下看手指,缓解下情绪。 库里感到非常无奈,凯尔特仁,在第三节初期的时候,打出一波10比0的开局,期间,司马特在防守的时候,一个胳膊,限制一名勇士的球员,分别是库里,和维辛斯,其中,他明显就锁住了库里的胳膊,这是很明显的犯规动作,但可惜才怕没有表示。 库里感到很不满,正是因为司马特的这个反规动作,阻挡了自己的防守,而直接夹手臂,这样的动作裁判居然都无动于衷,所以,难怪库里,在之后,朝着裁判摊手抱怨,觉得,这是一个明显的反规动作。 包括解说员小范甘迪说道,这是非法掩护,但是没吹,他夹住了每个人的手臂,外界对于裁判的判罚,也都感到不满。 同时,库里还被拍到了,在场下看手指,缓解情绪,这场比赛之前,库里是FMVP排名榜单的第一名,上一场表现强势,所以,回到主场的天王山,外界对于他的期待值。 谢谢。 谢谢。